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是一个瓶子 一杯水 好 然后呢 还有清气的生成包 一包 这一包 然后我们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先给它做一下按摩 就是让它里面的矿物质粉 能够比较均匀 然后我们看这里 有一个四方形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形状 把这个清气的生成包放在这里 OK 接着我们把水 首先要把这个水 按照这条线的容量 准备好 那么先倒在这个瓶子里 倒好之后 虽然我们下面有一个小孔 但是这个孔呢 是水都滴不下来的 这么小的一个孔 它只有清气 我们之后生成的清气 才能够通过的 那接下去我们水倒进去之后 我们用这个小勺子 舀一勺水 倒在这个清气包里面 记得这个水要均匀的覆盖 清气 清气包 均匀的 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足够的产生清气 那弄完之后 我们马上把它装起来 你看 它就开始产生清气了 这条水的线呢 是来到这个stop这里 那这个清气就已经开始出来了 它会越出越快 越出越快 然后你会看到呢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深海的矿物质 产生了化学反应 它产生了这个pure的hydrogen pure的这个纯氢 它是通过我们的水 进入到上面的这个space里面 它还没有被压到水里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瓶子是高压的 所以它不会爆 然后呢 我们需要通过 等一下通过一个摇晃的动作 把这个上面的清气 把它压到水里面 你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清气通过瓶子的声音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哎 清气越出越慢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上面的这一部分的清气 海主人呢 它已经非常非常饱和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通过一个摇晃的动作 把它摇到 就是锁到水里面去 一次大概是20到30下 好 30下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 咦 这个时候清气又开始出来了 这个时候清气又开始出来了 因为我们上面的空间 已经给它腾出来了 上面本来有的清气 海主人已经被压到水里 所以它又会出来 那接着你会看到 它等一下又会越来越慢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会重复两到三次 一直到它的清气 出来的很少很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喝了 那经过摇了第二次之后 它还有一些清气产生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继续再让它 能够再有清气出来 一般呢我们这个清气包 日本那边是教我们用完一次之后 就可以丢掉或是拿去种花 但是呢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清气在产生第一次的 Hydro人之后 其实我们再装第二杯水 然后呢再咬一勺水进去 它还是能够产生Hydro人Gas的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不要浪费 我们还可以做第二杯Hydro人Water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清气又慢慢变少了 所以你继续摇晃它 其实我一般会摇晃三次 对摇了三次之后 你会看到清气的量就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其实它还有在出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时候 把这个水倒出来 或者是 在等它全部结束之后再倒也可以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水里面 锁的Hydro人的量 已经是超过1.6ppm了 那我们人体一次需要的量 只是1ppm而已 所以它是完全足够供应我们的需要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第一瓶已经做好了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杯子 先把这瓶水装进去 那么开的时候 你会听到那个 bop的一声 那这个时候是因为它上面的清气 的很多 所以它会跑掉 所以为了不要浪费 我们可以再打开瓶子之后 深深的吸一口气 如果你这个时候用火来点燃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会着火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再做第二瓶 记得这个水呢也不要超过那条线哦 好 那我们接下去也是同样的 我们一般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清气包翻 翻里面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勺水进去 也是同样的 要让这个水完全的覆盖到这个清气包 那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断的在产生清气了 所以你要尽快尽快让它关上去 你看一关上去它就开始产生清气了 好 那这一杯呢 我们可以尽快喝完 要不然它会在 越放置在空气里越久 它没有高压 它变成大气压的时候呢 它就会跑掉 好 那第二杯我们也是用一下 刚刚同样的方法 就是 等它全部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摇晃它锁第一次 锁第一次之后呢 它会再出来一些清气 那我们等它全部出完之后 我们再摇第二次 然后你就观察这个清气 没有出来的时候 就说明那个清气包大概用完了 所以你就再摇晃最后一次就可以喝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 第二瓶呢 它一般需要清气出来的时间呢 会比第一瓶长 所以呢 我们就要有耐心等待 大概是15分钟左右吧 那么你会发现下面是发热的 为什么会发热呢 因为我们这个清气包里面 我们在清气包里面 它装的都是 这个深海萃取出来的 没有污染的矿物质 所以你在加水进去之后呢 它会产生化学反应 产生的这个化学反应呢 就会 它产生一些固体的化合物 又重新回到了这个 纸包里面 但是它产生的唯一的气体 也就是hydrogen hydrogen gas呢 它会通过下面的这个 纳米级别的小口呢 会来到瓶子里面 它的原理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瓶子都是申请过 不同国家的专利 像日韩 中国 台湾 美国的专利 我们都有申请过的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许多有癌症的患者 慢性病的病人 或者是亚健康的人群呢 它通过喝我们这个 TOMO的非电解 记得不是用电的 非电解的付清水 它能够得到 重新获得健康 然后可以 我们的一个理念 就是传达给大家 轻松喜乐的 活到100岁 感谢观看